你们觉得这样的行情 相对比无所的话 7k左右 也可以省个两个左右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 大家好 这里是这些数码咨询不听些 就在这几天 iphone13破了麦克斯真的真的掉了很多 今天就到了这五台13破了麦克斯 这里面大家比较关心的 因为有有所也有无所无所的话 他有分美版 然后他又分一些国行 当然国外是双卡的 无所版的就是卡贴机 卡贴机这种机器对于无所版的话 他真的有非常的诱惑力 那么摆在我桌面上 这五台机器都是史上破了麦克斯 这里面呢 基本上的型号 基本上的内存 我都会等一下呢 给大家讲解一篇 那么这些机器呢 今天刚到的这些机器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我们切换下头 爱购爱台给大家分析一下 给你们了解最新的报价行情 我们切换下头 你这个现在拿在我手里是一台13破了麦克斯 唱领域的128g 然后燕机报告 这边是311天27次充电电效率100 二年双月份的机器 这是一台卡贴机 外观可以达到99新的一个标准 我们带回来当行情是4750啊 整理的外观可以达到99新 后面啊 这个镜圈呢 是一个保护膜的镜圈啊 你不要认为这台相机啊 镜头有问题 现在来在我手里是一台13破了麦克斯一tp的 大家看清楚没有是一tb的 电效率100外观可以达到99新的一个标准 远风男的 官宝333天24充电 电效率100二年四月份的机器 简直是齐品 对比128g可以差个一千多块钱 但是这种一tp的真的很像 拿来拍视频 拿来直播啊 拿来做大型的任务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型 现在拿在我手里是一台13破麦克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航版本的512g 远风男的 这种外观 我们看了一下是99新的一个标准 电机报告 我们看了一下 274充电92 然后21点到机器 符合充电次数 它的电效率的一个标准 像这种国航双卡512g远风男的 外观可以99新的一个标准 我们带回来的行情是 7350就可以搞得定了啊 看清楚没有 国航双卡的 现在拿在我手里 也是一台13破了麦克斯13破了麦克斯的用户 今晚有福了 全部为大家介绍 这是一台卡贴的256g 外观也是99新的一个标准 我们来看一下应急报告 他这边是309年保修 然后充电仅仅的5次 二年七月份的机器 像这种机器 我们带回来的行情是5100左右啊 你们觉得这样的行情 相对比无所的话 7k左右 也可以省个2k左右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在 现在拿在我手里 也是一台13破了麦克斯4h电效率还有94的 我们来看一下应急报告 充电259次电效率还有93 像这种国航的机器 这种电效率真的是非常非常 汉见的 为什么 因为国航的人一般都是用了一段时间 才卖给别人的吧 对不对 像这种外观99新的一个标准 256g的话 我们从华建北带回来的行情是7100啊 当然如果达不到这种外观 达不到这种电池的话 可以便宜到三到四百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80多个电池 他可能在67680左右 关于你选择13破了麦克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可以写在屏处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行情价格 当前 我们评论初见 拜拜